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 近来台电的状况真的蛮多的 上个月底的时候 在嘉义有茶园 被台电掉落的电缆线 给杂重烧毁 上百棵的茶树 没有办法收成 台电还一度回复 是天灾 因此不赔偿 因此茶农们真的是气炸了 另外呢 在21号下午 新北的树林 也有门口的电杆突然爆炸 吓坏了当地的居民 一排排的茶树 中间窜起火花 还飘出阵阵浓烟 周边狂风直吹 让火势不断蔓延 越烧越旺 这场大火 让茶园全变了样 地板整片光秃秃 一堆树叶被烧到 焦黑根枯 躺在地上 一排排的茶树之间 还出现一条烧焦痕迹 原来这场火 全是台电的电缆线量货 事发在嘉义县梅山香 中性茶笼的茶园 因为高压电缆断裂 掉落引发火警 没伤到他向台电求偿 对方却说 这是天人灾害 无法赔偿 让当事人难以接受 可怕景象 还有槟榔谈老板娘 边包槟榔边开直播 下一秒风云变色 电门上方二度爆炸 瞬间抢光四射 火花如雨下 老板娘刷到整个人跳起来 宛如末日般景象 很可怕 那个火花都溅出来 我也吓到 不然会怕 恐怖爆炸就发生在 新北树林中正路 这家檳榔摊外 电门口散落被炸到焦黑 从上方掉落的树枝 原来疑似又是鸟类 在电线杆上竹槽 加上21号下午阴雨潮湿 引发电杆连续爆炸 就是再开一次 这惊悚爆炸瞬间 让民众吓到混都飞了 接下来台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